21. 太陽報 惡搞花木蘭為食怕死 2015年7月12日兩岸A27信網 代付重軍的花木蘭傳統上被訴造為孝順的根國英雌 內地喜劇演員賈寧近日在上升小品木蘭重軍中 卻把他惡搞成貪吃、不孝、怕死的傻呆者 中國木蘭文化研究中心日前看出公開信 要求賈寧及劇組公開道歉 賈寧的小品木蘭重軍早前在電視台播出 由他扮演的花木蘭 因探生怕死不敢奔赴前線 反被父親片去重軍 民事專家批評該小品為鬧劇 不僅歪曲了花木蘭的形象 甚至點污民族文化 愧對後世子孫 網民稱不必認真不過 亦有網民認為只是喜劇節目 沒必要認真 單憑一部小品便能顛覆花木蘭形象 也太少看百姓的視相 對於外界的批評 劇組只若完整看完這套小品 便會發現當中不存在惡搞 這輛的感受感到最高的小品尾 真的非常非常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